本期音频为您解读谁认为大象不能跳舞,这是一本经典的商业著作,由美国著名的IBM首席执行官郭士纳撰写,讲述了郭士纳如何在危机关头力挽狂澜,带领IBM成功转型,谁说大象不会跳舞的,指的是像IBM这样的大型企业,虽然规模庞大,但同时也具有灵活性和灵活性,能够快速适应市场变化, 创立于1911年的IBM公司,在其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,第一个转变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,创始人老沃森之子小沃森,IBM最初只是一个制表机和打孔机的制造商,而小沃森则把IBM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脑公司,很长时间以来,IBM都是如此,计算机的代名词代表了美国的技术力量, 到了1990年,IBM的市值达到了645亿美元,成为美国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一的企业,但是后来情况急转之下,它的营业收入急剧下降,市场份额不断缩水,连续几年亏损,1991至1993年累计亏损168亿美元,股价也从鼎盛时期的43美元跌至不足6美元, 媒体认为,IBM已经是半只脚踏进棺材了,而比尔盖茨当时也表示,几年内IBM就会倒闭,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作者郭世纳创造了奇迹,作为一名完全没有IT行业经验的外部经理, 在1993年4月1日于人节那天,被任命为IBM新任首席执行官,在郭世纳的手中,IBM这个奄奄一息的公司,居然奇迹般的活了过来,短短一年的时间,IBM就扭亏为盈,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重新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, 更重要的是,IBM在郭世纳的带领下完成了第二次重大转型,从电脑制造商到全球最大的IT服务供应商,在郭世纳2002年卸任时,IBM股价暴涨10倍,重新成为全球盈利最多的公司, 对于IBM的这次转型,你肯定会这么做,好奇为什么一向强势的IBM会突然在90年代遭遇重大危机,而作为旧火队员空降到IBM的郭世纳,究竟开出了怎样神奇的药方,才能让这个庞然大物起死回生,这就是本期音频要告诉你的答案,下面,我将详细介绍IBM的三大变革,第一点,为什么IBM遭遇危机,第二, 郭世纳为挽救IBM做出了哪些战略决策,第三,从组织文化从面来看,郭世纳是如何重塑IBM的,首先,IBM为什么会陷入危机,说到IBM的危机,首先要说的就是,IBM是如何成为计算机行业的霸主,上世纪50年代,IBM刚刚进入计算机行业,竞争对手很多, 比如美国广播公司,宝莱公司,霍尼维尔公司,通用电器等等,与这些竞争者相比,当时IBM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优势,但是幸运的是,IBM抓住了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机会, 50年代,电子工业突飞猛进,先是真空管被晶体管取代,后来又出现了集成电路,当其他电脑厂商还在使用晶体管的时候,IBM就意识到,集成电路才是未来计算机芯片的未来,所以IBM才会孤注一掷,将所有的精力,都放在了高性能集成电路的研发上,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System 360主机,开发S360是一项巨大的工程,创始人之子小沃森就是其中之一,他在回忆入总体的,整个项目的总费用,几乎和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相差无几,甚至比曼哈顿计划还要多出50亿美元, 当然,这个巨大的补助也给IBM带来了巨大的回报,从1964年S360正式发布到80年代中西,S360几乎垄断了全球高端主机市场,成为IBM的摇钱树,从1965年到1985年,IBM每年的收入都在以每年14%的速度增长,市场份额也在快速增长,甚至美国政府都对IBM进行了反托拉斯调查, 所有人都盯着他,可以说,如果没有S360系列主机,IBM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就不会那么好了,那么,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谈论这些往事呢? 正所谓成也销合败一销合,上世纪90年代IBM遭遇的大危机,也与S360主机颇不了干系,最直接的原因是IBM的竞争对手,经过20年的追赶,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推出了性能不输于S360,但价格更低的主机产品, 比方说,日本日历富士通的同类产品,价格都比S360低30%到40%,IBM的主机业务,在经历了一场惨烈的价格战之后,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,市场份额急剧下降, 三年内,IBM的销售额从1990年的130亿美元,到1993年的时候,已经下降到了70亿美元,那时候,IBM最大的利润来源就是主机业务,贡献了IBM90%以上的利润,一旦这块市场失守,IBM将面临巨大的损失,听到这里,你可能会问,既然竞争对手都在打价格战, IBM为什么不打价格战呢?这样一来,他们的市场份额就能稳定下来了,不至于一败涂地,是的, 或是那刚刚上任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,但是得到的答案确实绝对不会,好吧,那时候,IBM在主机业务上陷入了精退两难的境地, S360已经失去了优势,如果继续降价,那么市场份额肯定会大幅度下降, IBM将再次面临收入锐减和现金流枯竭的风险,好吧,打个比方吧,这个S360就像母鸡炸金蛋一样, 但是IBM还是想把这只母鸡彻底弄死,在倒下之前,尽可能的炸出更多的金蛋,这显然不是长久之际, 所以郭世纳现在面临的当务之急,就是如何为IBM在S300之后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, 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,那就是如何改变IBM的企业文化, 郭世纳很清楚,S360的衰败只是表面原因,真正的根源还是IBM的文化,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? 古世纳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,那就是IBM的底子比其他几家濒临破产的公司都要好, 首先,就是人才方面,虽然经过了几轮的裁员,但是公司的主要业务骨干和技术精英,还是有很多的, 其次,IBM在硬件、软件等多个领域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, 第三,从品牌和客户粘性上来说,IBM的品牌代表着质量, 那么,我们可以看到,IBM的基本盘非常好,按理说,不应该一场价格战就把他打趴下才对, 嗯,打个比方,如果一个壮汉被人轻轻一击,他就倒在了地上,这说明他的身体本来就有问题, 好吧,那么我们要问的是,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? 根据客户的普遍反馈,他们仍然相信IBM的产品, 但对于IBM高昂的价格,糟糕的服务和严重的官僚作风,他们非常恼火, 郭士纳对此深有体会,他来IBM之前, 曾在美国运通担任美国最大信用卡公司之一的高管, 美国运通是其数据中心的老客户,一直以来,IBM的产品都是最好的,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,运通公司买了一台其他品牌的电脑, 很好,那就意味着他们没有买IBM的产品, IBM的代表怒气冲冲的告诉运通, 他们会立即取消运通数据中心的支持服务, 这是一种威胁,那嚣张的态度让郭士纳目瞪口呆, 他还以为IBM会对自己的老客户这么好呢? 从表面上看,IBM并不像是一个市场化运作的企业, 更像是一个官僚机构, 那么,你也许会问,是谁把IBM惯坏了, 这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毛病, 他们的产品就是S360, 这台主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, 一直都是高端主机市场的霸主, 产品供不应求, 很多时候都是客户求着IBM卖设备, 而与此同时, S360带来的巨大利润, 也让IBM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迅速的扩张, 到了1990年,IBM已经拥有了超过一百个国家的员工, 成为了一头超级大象, 这代表了我们所熟知的所谓大企业病的所有特征, IBM一家也没有拿下, 你看,IBM在对外的时候, 整个公司都是自满的, 死板的, 不关心市场的变化, 也不关心客户的需求, 而在内部,各个部门, 各个地区的分公司, 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了公司的整体利益上, 各自为政, 内哄不断, 简单来说, IBM已经垄断了二十多年, 习惯了躺着赚钱, 忘记了市场竞争, 正因为如此, 它才会被竞争对手轻而易举的击败, 导致上世纪九十年代危机的根本原因是, 如果IBM公司的企业文化不变, 任何改革措施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昙花一现, 行,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一点, IBM面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, 竞争对手推出性能相近, 但价格更低的主级产品, 从而严重挤压IBM的市场份额,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, S360长期垄断市场, 让IBM陷入了封闭, 僵化僵化的组织文化中, 无法适应市场环境的突然变化, 针对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, 郭世纳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战略决策, 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点, 第一项重要决定是是否将IBM拆分, 在危机面前, 有人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, 即将IBM拆分成几个独立的部门, 这相当于断臂求生, 这个方案听起来是可行的, IBM董事会确实考虑过类似的问题, 但郭世纳考虑再三, 最终决定保持IBM的完整性, 当时, 经济学人等主流媒体对此表示不以为然, 认为不拆分IBM是目光短浅的行为, 代价就是更大的损失, 当时主流的观点是, 小公司好, 大公司不好, 小公司意味着灵敏, 高效, 贴近用户, 大公司意味着臃肿, 效率低下, 反应迟钝, 这种理念一旦融入到公司战略中, 那么拆分是好事, 合并则是坏事, 所以, 我们要尽可能地将这些大公司, 分割成更小的公司, 但郭世纳对此却不以为然, 他说, 在他几十年的经商生涯当中, 还真没见过哪个小公司不想成长起来啊, 哪个小公司不羡慕大公司的资源和规模呢, 事实上, 规模是非常重要的, 一个公司的规模, 决定着一个公司是否有足够的投资空间, IBM最大的竞争优势, 在于其庞大的业务规模和全球范围内的布局, IBM一定是一头大象, 郭世纳曾经说过, 如果大象会跳舞, 蚂蚁一定会离开舞台, 后来的事实证明, 如果IBM当初被拆分了, 那么他将再也没有机会, 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和IT服务公司, 不过那个时候, 郭世纳对于这种转型的方向并不是很清楚, 上世纪90年代, 个人电脑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正在蓬勒发展, 其中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转变方向就是啊, IBM在主机业务上表现不佳, 那为什么不全面转向个人电脑呢? IBM有一款叫做PowerPC的PC芯片, 还有一款叫做OS2的操作系统, 技术上并不落后, 但因为市场反应太慢, 英特尔和微软已经占据了上风, 一些高管认为, IBM应该重金收购英特尔和微软, 所以郭世纳必须做出第二个重要决定, 那就是IBM是将重心转移到个人电脑上, 还是坚持主机业务呢? 对于IBM这种心高气傲的人来说, 承认自己在个人电脑市场上输给了对手, 实在是太痛苦了, 但那个时候, 微软和英特尔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份额, 比如Windows操作系统, 就占据了90%的市场份额, 而IBM呢? 分之五的份额, 实际上IBM已经无力回天, 郭世纳指出, 认输体面的退出昨天的战争是明智的, 同时, 短期内, IBM最大的优势就是主机业务, IBM想要转型, 就必须依靠主机业务, 所以, IBM不能放弃主机业务, 必须要加大对主机业务的投入, 于是, 在主机业务方面, 郭世纳做出了两项大胆的决定, 第一项是大幅降价, 以应对竞争对手的价格战, 保住市场份额, 我们之前提到过, 这种方法可能导致IBM短期内现金流枯竭, 因此, IBM必须在大幅降价的同时, 大幅削减支出, 并寻找新的融资渠道, 博士纳承认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, 因为如果操作不当, 它将成为IBM的最后一任CEO, 这是第一个决定, 第二个选择, 就是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, 投入10亿美元, 进行新的技术研发, 一旦研发成功, 那么IBM就能重新占据领先地位, 你看, 郭诗纳的两个决定都带着几分赌博的味道, 幸好他赢了, IBM不但在主机市场站稳了脚跟, 而且销量还在节节攀升, 在1993至2001年间八年间, 主机销售增长了六倍, 并按计划研发新技术, 到2001年底, 这个10亿美元的投资, 累积给IBM带来了190亿美元, 但重振主机业务只是短期战略安排, 随着竞争加剧, 主机价格只会更低, 无法再为IBM带来巨额利润, 郭诗纳在站稳脚跟后, 还要为IBM寻找新的主机, 这是他的第三个重要决定, 当IBM陷入财务困境时, 郭诗纳注意到了一件事, 那就是服务部门, 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赚钱的部门之一, 只不过规模比主机要小得多, 而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, 不仅仅是产品的维护, 还有一个独立的业务, 那就是系统集成, 将各种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, 就像是我们以前买电脑一样, 郭诗亮认为, IBM可以把保压在系统集成上, 那么, 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判断呢? 那时候, 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软件公司, 比如Oracle, 比如EMC, 比如数据库, 比如EMC, 然后呢, 好处是有更多的选择余地, 但坏处就是, IP系统的整合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, 这个时候, 客户需要一个专业的系统集成商, 来帮助他们设计出一个完美的集成方案, 而集成商的意见, 则决定着客户应该购买什么样的硬件和软件, 也就是说, 未来提供服务的系统集成商会, 比提供产品的软硬件企业更有话语权, 有了这个方向之后, 郭诗亮将IBM的服务部门, 从原来的销售部门独立出来, 成立了统一的全球服务部, 成为IBM发展最快的部门, 除了IT服务之外, 郭诗亮还对IP软件业务进行了重新挖掘, 好吧, 为什么要重新挖掘呢? 因为他发现, IBM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, 拥有4000的软件产品, 规模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微软, 但IBM的主机思维, 就是将所有的软件都当成了主机的辅助工具, IBM并没有专门的软件部门, 也没有软件开发的策略, 比如IBM是第一个开发关系数据库的, 但是这个数据库一直都是IBM的专用数据库, 并没有对外销售, 所以这个数据库就被甲骨文这个专门做关系数据库的公司给抢走了, 郭诗亮将IBM软件业务与主机业务分开, 独立发展, 1995年, 在他的领导下, IBM花了32亿美元买下莲花软件, 以进一步加速软件领域的布局, 在郭诗亮2002年卸任之时, IBM基本上完成了从计算机制造商, 向IT服务提供商和软件商转型的转变, 好了,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件事, 郭诗亮给IBM下了三个重要的战略决定, 一是拒绝拆分, 二是放弃和英特尔微软的竞争, 三是让IBM成为IT服务和软件行业, 但是想要真正扭转IBM的颓势, 光靠战略转型是远远不够的, 如果企业文化不能与之相适应, 那么转型战略也不会成功, 所以, 当国师带领IBM进行全面转型的时候, 他必须要做一件更困难的事情, 那就是重塑IBM的企业文化, 这是第三部分,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, IBM长期享受着高垄断利润, 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, 失去了快速反应市场的能力, 这就是IBM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, 那么, 这个官僚体系到底有多大? 好吧, 让我们看看事实吧, 在财务系统方面, IBM拥有266种不同类别的账目, 其中仅欧洲就有142种不同的财务系统, 在信息系统方面, IBM拥有155个数据中心, 31个内部通信网络, 128个CIO, IBM的广告部门一共雇佣了70家广告公司, 所以IBM的广告中出现了18个不同的版本, 股师那解释道, 这就像是19世纪的铁路系统一样, 不同的铁轨, 不同的标准, 不同的车辆, 虽然看起来规模很大, 但实际上效率并不高, 而且条条框框, 每个员工都会优先考虑自己所在的小团体的利益, 公司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斗争, 比整个工部门都要激烈, 公司与外部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,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? 第一步, 就是成组公司的结构, 统一所有的业务, 就像秦始皇一样, 比方说, 把所有的财务系统合并成一个, 把31个内部通信网络合并成一个, 把128个CIO减少到一个, 把70个广告代理减少到一个, 同时, 要打破企业原有的以产品地域为单位的二联化组织结构, 以客户为单位, 以客户为单位, 以银行, 政府, 保险, 制造业等12个行业集团, 这样做的目的是, 迫使IBM将注意力从产品和流程转移到客户需求, 使IBM真正成为以客户为中心市场驱动的企业, 在这个过程当中, 古诗纳把原来的元老们统统开除或者边缘化, 提拔了一批支持他改革的新人, 为下一步改革铺平了道路, 第二步, 通过薪酬制度改革, 将员工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捆绑在一起, 在郭诗纳之前, IBM公司的薪酬制度, 就是大锅饭, 福利高, 差别低, 工资也是一年比一年高, 郭诗纳则废除IBM的福利懒子计划, 推行继续导向的薪酬体系, 只为一体的是, 郭诗纳对高管薪酬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, 即高级经理必须自掏腰包, 购买IBM股票的数量, 同时, 相信只有真正投入成本的经理人才, 会真正关心公司的命运, 同时, 他本人也做出了表率, 在上任之处就大量买入IBM股票, 你瞧, 这意味着一旦他的改革失败, 这笔巨款就被化为乌有, 同时, IBM也有这样的制度, 高级管理人员的奖金, 会根据他们所在部门的业绩来决定, 这和IBM的整体业绩无关, 这就意味着, 如果你的部门表现出色, 那么就算公司亏损了, 你也能拿到一笔不菲的奖金, 股师奈认为, 正是这种奖金制度助长了一种文化氛围, 及各自为政, 互相争斗, 他规定, 高级管理人员的奖金100%取决于公司整体表现, 而二级管理人员呢, 其中60%的奖金由公司整体表现决定, 40%由部门表现决定, 因此, 你可以看到, 这意味着, 所有的经理都必须把公司的整体利益, 放在他们的小团体利益之上, 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回报, 第三步, 就是重建团队精神, 他发现IBM公司里有一种奇怪的文化, 每个人都喜欢寿布, IBM的创始人老沃森, 曾经给IBM定下过一个规矩, 那就是尊重员工,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, 对个人的尊重变成了一种刻板的教条, 任何一个公司的计划, 计划, 决策, 战略, 只要是不同意的人, 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, 都可以拒绝执行, 老板也不敢把你怎么样, 在这种非文化主导的情况下, 任何变革都难以推进, 这是郭诗纳最头疼的问题, 因为不能因为一道命令, 就让人们不再说不, 但是在行为上却是阳奉阴违的, 而要改变数十万员工的心态和行为模式, 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, 郭诗纳认识到, 他改变不了IBM文化, 只能邀请IBM员工自己改变, 然后相信他, 为此, 他采取了一种激将法, 在上任后的第一次高层会议上, 他故意告诉所有人, IBM正在成为市场上的笑柄, 然后, 国师纳问, 啊, 高管们, 你们对这一切怎么看, 苦诗纳沉默片刻后说道, 很明显, 我们没时间争论, 只能团结一致对外, 那次会议就像是一记强心针, 成功地唤醒了IBM员工的威巾意识和斗志, 然后, 他们就会放下内讧, 去面对外界的挑战, 而且, 苦诗纳还有一个职位, 叫不同意, 这是什么意思, 只要在公司里,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, 那么这个岗位上的员工就会出面协调, 尽量达成一致, 在这些努力下, IBM的非文化逐渐消失, 在郭诗纳2002年卸任时, IBM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文化变革, 郭诗纳表示, 企业文化转型的最终目标, 不是要将理念灌输给员工, 而是要让IBM拥有不断更新的能力, 因为在先进的理念, 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效, 只有不断更新的企业文化, 才能让企业长盛不衰, 好了,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三部分, 从组织文化层面来看, 郭诗纳对IBM进行了全新的重组, 第一步是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重组, 将所有业务整合起来, 结束了过去地方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, 第二步, 就是通过薪酬制度的改革, 将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整体利益捆绑在一起, 好了,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到此结束了, 下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IBM的转型之战, 第一, IBM面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, 竞争对手推出了性能与S360相当, 但价格更低的主机产品, 从而严重挤压IBM的市场份额,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, 则是因为S360长期垄断市场, 让IBM陷入了一种封闭, 僵化不变的组织文化中, 第二, 在战略层面上, 郭士纳为IBM做出了三项战略决策, 一是拒绝拆分, 二是放弃和英特尔微软的个人电脑竞争, 二是让IBM在主机业务上站稳脚跟, 第三, 从组织文化层面来说, 郭士纳将IBM重新打造成了一个全新的IBM重组公司的组织结构, 统一所有业务结束过去地方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, 第二步, 通过薪酬制度改革, 将员工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捆绑在一起, 张小宇老师曾经在一堂商业经典案例课上说过, 上世纪九十年代, IBM遭遇的危机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, 很多著名的商业公司都遇到过类似的危机, 因为那些曾经让他们成功过的产品, 在新的时代突然失效了, 在危机面前, 大多数企业要么倒闭, 要么严重衰退, 只有少数企业通过转型而重新焕发生机, 因此, IBM的成功转型非常重要, 它为大型企业提供了应对类似危机的宝贵经验, 后来微软遭遇类似危机, 从视窗转向云服务, 走出低谷, 很大程度上是重蹈IBM覆辙, 这是一条转型的道路, 就可以回答了,